这是发生在日本的一个案子 是 年纪大如果又有钱的话 真的是大家眼中的肥一样 好像年纪大要穷一点比较好 而且尤其现在很多是年纪大 五六十岁 七十岁 他可能还单身 你知道很多人就会觉得 寂寞就是你最让人家寄予的死穴 那为什么讲这个大阪发生的这个事情 因为跟大家都有关系 我先讲五十四岁的高警侄子 她是一个事业成功女性 她在一个很大的银行担任高阶主管 没有结婚单身 那你可以想象她很有钱 可是在去年七月的时候 她的家人去探访她的时候 才发现一打开门不得了 高警侄子是在浴室里面的浴缸 里面都是水 然后她是趴着的 死在浴缸里面 右手有个束带 但是左手也有被勒住的痕迹 那这表示什么 她生前显然双手是被捆住的 然后应该是捆着这样 然后逆断 到底是谁会做这样的事情 各位都知道 通常发生这样的他杀案件 尤其又有点年纪了 大家会朝保险方面去查 一定要的嘛 就有一些迹象觉得不太寻常 为什么 因为这个高警侄子 被发现死亡的时候 有一个人有出来枯坟 妙了吧 28岁的高警领是她的干儿子 然后这个干儿子在镜头前 因为长得还蛮有堂堂嘛 28岁对不对 也算小鲜肉 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 我希望警方赶快找到凶手 哭成这样 比这个高警侄子其他的家人还伤心 但是你这样哭 大家也觉得有点奇怪 就开始去查 分两方面去查 第一 高警侄子在生前的确有保险 有两张保单 合起来呢 1.5亿日币 台币大概3000万 之前她的受益人 都是高警侄子的妈妈 但是很奇怪的是 因为高警侄子 在去年7月多的时候遇害 在她遇害前五天 保险公司收到了一个 更改受益人的书面 然后改成谁 改成她的干儿子高警领 你不觉得这个时间点 有点怪怪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她为什么会变成她的干儿子呢 人家还有收养的这个 合约纪约 有有有 为什么呢 是在去年的2月14号 2月14号不是西洋情人节吗 那为什么在情人节的时候 原先叫松田领 就是她的姓都改了 变成高警领 也就是说我是正式收养 她已经不是干儿子了 如果她就已经变儿子了 对啊 在情人节的时候 多一个儿子 多一个儿子 然后你知道意义 2月14号 我成为你的儿子 我姓高警嘛 然后7月多你过世了 然后你银行里面的存款 几千万是属于我的 当然 因为我是合法收养的 养子 这不是有点怪怪的吗 警方又查出其他的事情 什么事情呢 原来高警侄子 大家都知道嘛 只要事业有成 有一些女性 她就会开始买保险 那他的保险员是谁 各位 高警领 而且这个高警领呢 他跳槽了到另外一家保险公司 他最大的客户 永远都是这个高警侄子 那这太奇怪了 警方再继续查 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收养的那个公文书 伪造的 不是高警侄子 自己签的收养证明 Bingo 不就是你了吗 所以这个案子 为什么引起这么大争议 是因为今年八月 日本警方就抓了高警领 但他所有都不承认 那是不是先关在拘留所 一关进去的第五天 也很离奇 因为这个高警领呢 他其实被警方抓之后 就开始情绪很低落 就一直不断释出说 他不想活了之类 所以日本警方 其实对这件事情 很棘手也很紧张 所以几乎每隔半小时 就会看一下人怎么样 看一下人怎么样 结果他说6点44分 看到他还OK清晨 然后这个你知道 警方就大概 再去忙点别的事情 隔18分钟回来看的时候 他心肺也停了 他在拘留所死了 对 然后你知道这18分钟 他做了什么吗 把衣服脱下来撕开 用自己的衣服绑成袋子 然后自意啊 因为请问拘留所里面 有其他的东西 可以让他这样做吗 你连鞋带都没有啊 对不对 这个警官知道吗 所有可以致命的东西都没有 所以这18分钟 他可以把衣服全部撕开 然后把自己捆了 然后心肺停止 死在拘留所 留下了一堆问号 那财产又回到他的父母那去了 因为如果照我们台湾的顺序牌的话 他没有配偶 小孩也挂掉了 回到高颈侄子妈妈那边去 高颈侄子妈妈那个地方去 这太怪了 这件事 因为本来怎么想大概都是 对 你说高颈领涉嫌最大 然后要去查这些 因为从保险中 都是这样 可是他也挂掉了 而且是自己自意挂掉 对啊 好 由你我们一个人来看 第一个 像这个女性年过半百 然后事业有成 为什么想要在这个时候 去收养一个养子 而且还在情人节那天 刚才顺媒讲 那个收养的文件 好像也是伪造的嘛 所以到底有没有收养 我觉得是不是一个问号 很奇怪就是说 通常是情人节过后 十个月才会有小孩 他是情人节当天 就多了一个儿子 儿子是前世情人 对 像我太太在金融业 那当然他有一些客户 会跟他买保险 我觉得有一个很有趣的心理是 客户通常 例如说好 盛梅你卖我保险 那其实我把我最隐私的 都告诉你 所以其实客户跟保险 营业员之间 是有一种 我觉得很微妙的一种 信任关系 但是我要改 改收益人都要告诉你 当然 可能家人还不知道 但是你知道 所以我觉得有这个 信任感存在 再加上如果其中有一方 例如说这个男方 故意给他讲一些甜言蜜语 知道他的心理 那五十多岁 然后没有结婚的女性 她的心理是什么 通常他会有一种不安全感 他就会说 我会不会没有魅力 或者是我是不是太老 那如果这个时候男方 又长得不错 好像看照片长得不错 对 然后又懂得他的心理 然后又对他甜言蜜语 甚至可能帮他过个情人节 我觉得有些女性 就容易陷入这样的漩涡里面 那请问一下 他为什么不用 好了 对 虽然两个年纪有一点差 一个是二十八嘛 对 一个是五十四嘛 对 我的意思说 他就不要用情人的角度 他真的就会变成用 干儿子的角度 这个会对他来讲 会比较容易得手吗 还是一般有些人 就会直接讲说 那就是用情人的角度 大不了就 不过是老少配 然后那个小鲜肉 那个年纪差一点而已 虽然说日本社会 是有那种 娶妇大记的传统 但是这个差了二十几年 快一倍了 对 我觉得如果说这个受害者 早一点结婚 其实当得过他的妈妈 当然 所以我在猜 说不定是这个被害人 他自己提议 就说那我们就用 这种母子相称 说不定这样比较好 就是可以规避掉 一些社会的压力 OK 三四年前不是有发生 这个中研院一个 退休的老员工吗 他莫名其妙 被他一个干女儿 把他的存款部 全部提领光了 过来爆发 那所以常发生这种事情 也是在一些深色场所 那曾经在淡水 有一个陈信商人 他因为事业有成 所以说经常到酒店 这个交际应酬 就有一个年轻的这个公主 来跟他献殷勤 就认这个陈信商人 为干爹 有一天干女儿 趁着干爹 这个来酒店的时候 主动要求干爹说 帮我买全场出去 那我们是不是就 到附近的宾馆 先QK一下 到了宾馆之后 他喝下这个干女儿 给他的饮料之后 既然 不省人事 不省人事 一睡到天明了 到天明醒过来的时候 他皮夹子里面的现金不见了 带着项念 金事都不翼而非 这位公主 他就是吃定你这些 事业有成的男性 一旦发生这种事件 被干洗的事件 通常应该都是不敢包安 那直到刑犯把这些金事 拿到这个金事件 去变卖之后 那我们取出账户之后 以强盗罪把它寄送 警官可不可以请问一下 你能够揣摩那个干爹的心态 没 如果我在这边要找一个 能够当干爹的不好意思 因为你比较像有干爹的架势 所以我想说你如果揣摩那个干爹 就当人家只要一到那 因为你明知道那是酒店 那你也知道他也不会真的 就要认你当干爹 他只要干爹 来 叫干爹 干爹 你好 小妹 你好 我的手机坏了 好 我明天就在你买新的 要追新的 好 没问题 好 我知道会不舒服 对 可是你喊他几声 他心里觉得 对对 骨头都疏的感觉 会舒坦然后会很认为 这个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天鹅肉 天鹅肉 这样子 OK 那的确我也在几年前有个个案 他的朋友陪伴他来 然后我这个个案是一个 八十几岁的老农民 他有严重的忧郁倾向 原来他在几年前 有些毛病 然后经常去荣种看病 就有一次就碰到一个 中年的熟女 他就说 就看到他排队 然后腿脚不好吗 说 伯伯我也要排 我帮你排这样子 就帮他脚背 领药 然后伯伯就跟他说谢谢 他没想到又巧遇了几次 然后就开始聊 然后那个女生还留电话给他 说伯伯我住附近 如果你下次来附近 我可以就是帮你代劳 没问题 后来呢 这女生就开始 就知道这个伯伯住哪里 就原来这个伯伯就是早年也存了一笔钱 在阳明山上买了一块土地 自己盖房子 对 然后那女生就开始去他家帮他扫地 然后接下来就帮他 会帮他煮饭这样子 然后就知道说伯伯的那些文件放哪里 然后居然呢 串通那个不孝的代书去串改他的那个 把所有权名字都改了 对 哇 这个不太好 对 然后呢 串改了之后 他并没有立刻把这个伯伯赶走 是这个伯伯无意当中发现之后 然后呢 就跟他翻脸 那这个女的才把他赶出去 对 然后他才去投靠朋友家 然后你知道 这个伯伯跟我资商 最后他讲了一句 最让他忧郁的事情是什么吗 他说 我的土地房子都没有竟然连手都没有牵到 所以你看他自己心里面其实有一点那种 邪念在 所以他说无欲则刚 有欲就被炸看吧 其实这种银法族的诈骗还蛮常见的 就之前遇过说 一个老伯伯啦 他挺有钱的啦 儿子也很出席的在外国念书工作什么的 他来我们事务所的时候 就因为他买了一堆浸水器 就是那种装在水管上面的 那其实那个没什么问题 不过他买了二十几个 他们家二几个怎么样 水会比较干净嘛 不知道水龙头有没有那么多啦 反正就是因为他重复买了好几次之后 然后儿子发现不对啊 最近为什么爸爸比较常跟我要钱 才回来一趟 发现说爸爸竟然加入一个奇怪的直销团体 那那个浸水器呢 是号称有宇宙能量啦 所以就是反正就是弄得大家不太开心 要那个业务员退 业务员也不愿意退 所以儿子就委托我们帮爸爸 去告那业务员这个诈欺罪 那告到一半的时候 那个爸爸过了大概两个月 就突然跟我说律师不好意思 怎样 他又多买了十个进水器 那我就再告了 然后你还去买 对 我说那这样不就完蛋了吗 我都已经告了你还买 不就承认说你自己没有被炸欺 我想说奇怪 这个宇宙能量这种话数 连我听人都不信了 他爸爸以前是就是那种 也是职场高阶主管不是笨蛋 那我跟他对谈的时候 也没有发现他有任何失智倾向 他后来吞吐很久才跟我说 他其实知道那个业务员在骗他 我说那你干嘛买 他说他就是因为儿子太好了 他说儿子在国外工作 他一年见不到他两三次 可是他不敢 不敢去跟儿子讲话 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有时差在 他自己这个就是算是老残穷 他不想要耽误儿子的人生 所以他其实很纠结 希望儿子可以回来陪他 可是又不敢讲 那这时候那个业务员就出现了 他其实那个业务员的嘴巴也很差 就是话数不好 一下就被这个爸爸赶出去了 但是这个业务员就是很耐骂 就赶不走那种小墙 他就每天来找他聊天啊 天哪里不聊 结果后来爸爸就发现说 我竟然开始期待这个业务员的来访 因为我家里只剩我跟一条老狗而已 我也不敢找儿子 那我就相信你吧 那他知道宇宙能量都是假的 可是他为了让这个业务员 可以留在他身边陪着他 他就宁愿花大钱加入那个直销 去跟他购买一些乱七八糟的进水器 那其实到开庭的时候 我们双方是一起到的 那个业务员真的是扯那个宇宙能量 扯到检察官快要骂人 可是那检察官就问我们说有什么意见 可是那时候我已经讨论好了 他那个爸爸就说 其实他知道他被骗 他也不希望去追究这件事情 那只要业务员承认有诈欺 那他就不追究了 所以最后我们是由爸爸 去跟那个业务员达成了和解 那那和解金额真的少到 就是都不用讲 就是少到不行 对啊 那只是说附带条件是 你每过一个月 要来当场支付一次 那个赔偿金 因为爸爸是希望 还是希望来聊天 找我就好啦 聊天 那最后你知道 后来甚至我听他儿子讲 他儿子快气死了 他爸爸还收了他当干儿子 可以想笑 我花了钱的情侣是告他 结果后来他变了干儿子 对这些可是你从这里面 有没有闻到那一点 淡淡的悲伤的感觉 是啊 就是你年轻人 没有办法去理解你的老人家 为什么他这时候宁可花钱 然后他就等于是 买一个慰藉而已 然后找一个人来 甚至我刚大为在讲 那个和解条件 我在讲他和解条件 会不会是你每个礼拜 然后或是隔两天 你就要来一次来干嘛 来陪我聊天 那是和解条件 可是大为还有另外一个 我们以前在节目里面 常会碰到 像刚讲说老农民 那个时候讲说有 就粉红剪丝对 就你是老农民 我真的嫁给你 我每天给你吃好的 喝好的穿好的 所谓吃好的是什么 一定是猪脚肥油 所有这些 三餐照着给你 早餐开始吃猪脚 然后一路这样 然后过不了几个月 高血压胆固存什么什么 结果你就挂了 那当然我是你的遗孀 那钱就归我 然后我再去嫁另外一个 谁说我不能够再嫁的 像这些会有任何状况吗 所以我只能说 这个男人真的要管好自己的下半身 因为这个东西 其实乍听之下 并没有任何违法 当初的结婚 也是有证人在 雙方也是合心合意 那他给你这些吃 高油高蛋白的东西 那确实可能会有 杀人的问题 可是这个东西很难去证明 原则上 你可以选择不吃啊 那你要是把自己吃到高血压 往生了 你好像也不能去追究 那个遗孀的责任 所以其实钱 确实会被他配偶遗孀 拿去一大半 而不是全部分给自己 原本的后代 所以这真的要注意 这种所谓粉红钱 是对他的温柔现金 那我曾经认识一个 胡姓贤患 他长得高大阴挺 但是他有家族的遗传 遗传这个白子的基因 他的毛髮都是白色 他很怕人家会认出来 所以说他就去把他染成金黄色 对外讲说他就是河南的混血儿 他就是当时台南安平追祥区里面 那个遗父子 那他最近跑回 跑回这个河南去认主归宗 他继承这个河南军医 他爸爸大笔的遗传 他还绣给你看 他的存折 绣出来八九个零 我们现在经常发生的 这些网络的爱情诈骗问题 你顶多就是看到贤患 寄给你一个照片而已 你在这里可以看到 高大殷勤的本人 更何况他还有存折八九个零 哪一个这个手女不会动心呢 好 选这个不要点头 等到你受骗上当的时候 私生之后他就开始了 他会先调查 你有没有什么不动产 或者你有没有什么存折 什么珠宝 如果不小心你是一个多金的妇女 完了 他下一步 他准备跟你办结婚 反正夫妻财产共有志 他就露出他的真理面孔 他开始使出这个家暴的方式 让你这个被害女子 恨不得赶快跟他移婚 到时候无所谓 你就是打离物官司 我还是会拿到大笔的这个散养费 那曾经有一个冒美的女孩子 嫁给他之后才发现到 他只是一个空壳子 混了就像这个嫌犯 无姓嫌犯提出民情事实的诉讼 害这个胡贤 铃铛入狱 胡贤入狱之后 心生不满 好 等到他出狱的时候 他就产生报复心 将他的前妻这个冒美女子的照片 他去参加这个 当时台式的我爱朋友的节目 第二村 参加第二村的交友活动 他上节目说 这个照片的女子就是我的前妻 她是一名空姐 但是在那个滑航空乱的时候 不幸远命的 所以我才今天来参加这个第二村的节目 他以后就把这个节目截录下来 他再来骗取第二个对象的时候 你看我是经过节目认证的 你看我在节目上 我有秀出我的前妻 而且我的前妻是个空姐 一般人的看法 能够娶一个空姐当老婆的 通常这个男孩子不是多金 就是有财气的 所以说当他在出示 他伪造的这个存款簿的时候 你是不是大家又会被他骗得转转转 甚至还有女孩子愿意献身 甚至献出他的财产来 如果不是因为警方后续 增破出这个其他的诈骗案件 到现在很多被害女子 还不知道原来他的整编人 竟然是标准的 骗财骗色的这个爱情大骗子 OK